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2年5月12号星期四 冰岛驻华大使馆5月8号发布疫情之后的首个旅游季节宣传 说随着冰岛入境限制取消 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今天夏天到冰岛旅游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 一些地区的酒店和租车服务已经很难找了 忘记的大部分地区都订满了 在两天时间内,这个微博帖子火了 为什么呢? 评论区排行最热的第一条评论是 什么时候接我回家 打开对这个评论的回复 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帖子这么火 实在是太欢乐了 没有明白这个梗的人看看也明白了 很多网友留言说 加拿大来接我一下 德国的接我一下 欧洲哪个国家都行 来接我一下吧 带我们走吧 我要去冰岛寻根 荷兰快兰接岸 给我睡觉的地方就行 我干啥活都行 顺便带我一个 还有一个说 台湾接我一下 今天性情不好的朋友 在这些帖子删除之前 点击去看一看 笑一笑 心情就好了 我是完全笑喷了 有一个网友说 你们能不能在评论区抽奖发国籍啊 还有一个人写道 我很努力工作 会说英语 你们会收留我做难民吗 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留言说 读在异乡为异客 美风佳节被私钦 很多网民都说 评论区的留言让他们开怀大笑 有网民说 这是冰岛评论区 不是疫情报告 三年了 因为目睹经历的种种荒诞 我一直很难受 这个评论区真的是最近为数不多 让我会心一笑的地方了 给普通人留一点透气的地方吧 我觉得这里的活人还挺多的 冰岛 一个遥远的国度 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给中国人带来如此多的欢笑 要谢谢境外势力的不懈努力 因为中国网络环境日益紧张 删帖封号变成日常 民众的怨气无处宣泄 外国大使馆随便发发内容 中国人就会迅速占领 用各种梗来发泄心中不满的情绪 微博认证的搞笑博主 《王天小天王》 开设了一档搞笑视频节目 《爱丽森Fake News》 在最近拍摄的一期节目中 他同时饰演两个角色 主持人爱丽森和记者Donny Wang 节目首先告诉观众 要保持正能量上海好得很 但内容却是用调侃方式 展现当局极端防疫下的种种乱象 包括生活物资供给不足 网上抢菜难 频繁核酸检测 以阴性也强制送方舱等 其实就是一个讽刺上海已经乱得不像样 但是媒体上还要硬称 非要说自己过得很好 这个视频在海外媒体也很火 博主的英文明显非常强 没有口音 也许是小时候在国外学习吧 但5月11号 王天小帖王突然发消息说 警察来我家带我走了 不过不久后他又发消息说 没事了不用担心 现在去看他的微博 跟警察相关的已经看不见了 可能自己删除了 在这个微博置顶视频中 这位博主曾介绍自己的丈夫是爱尔兰人 两人现居住在上海 在看到该博主报平安后 不少网友表示 老公能给你的最大保护 是他的国籍 谢谢王姐老公背后强大的祖国 也有人说 姐姐的视频讽刺的已经很温和了 至于吗 姐姐赶紧润吧 之前我讲过在上海的 所谓法租界、异租界 也就是一些欧洲人比较多的小区 他们的大使馆出面 跟中国政府交涉 让一些小区的防控放松了 铁栅栏撤走了 让中国人感慨 在上海的法租界受到了保护 冰岛大使馆的微博 成了中国人宣泄的欢乐窗口 法租界让国人能有个轻松的居住环境 中国人很不解 政府整天声讨境外势力 是他们在弄坏中国 为何政府对境外势力也总是法外开恩呢 英国人可以包机直飞 欧洲人在严密的防控下可以被优待 上海刚刚封城期间 在中国学生被封死没有物资的情况下 华东吃饭还给留学生过生日 周到的准备了小吃饮料 你们要不要给个准信 境外势力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有网友在我上期视频留言说 不能从英国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们 你们就偷着乐吧 也有网友留言说 真的只有脑子坏的人才想回国 他身边有一个人回国了 天天骂 解封后第一时间买机票逃出国外 这种人真的有 在国外倾信了微信微博的官宣和承诺 没试过的真的不知道厉害 试过了才知道这一款真的不适合自己 现在上海和北京在发生的事情 真的不适合承受能力低的人士生存 5月11号 一段防疫人员试图强行拉走密接市民 去隔离的视频流出 一位男性市民原因法律 说防疫人员无权强行拉密接人员去隔离 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的大白威胁说 如果你拒绝被转运 将会受到治安处罚 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 这位市民回应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谢谢 网友纷纷转发这段视频 以表达不婚不遇的倡议 反抗政府要求民众生三态的宣传 好可怕 影响三代 这种影响力可以被称为垂直点座 目前北京和上海有的小区 正进行一场被称为十字花连坐的隔离政策 一栋大楼中 一位居民被确诊为阳性 根据十字花样政策 跟确诊病例住同一楼层 或是同列共用一个排水管道的居民 需要紧急转运集中隔离 不仅仅是垂直连坐 横断面也连坐 新名词太多了 要是数学和语文学的不好 在中国都不能干防疫的活 宣传中说 十字花进一步精确锁定 并缩小了检疫人员的范围 能更加准确、精准的和科学的阻断疫情传播 满口的科学 滥用的精准 其实既不科学也不精准 进出同一大门的人 乘坐同一部电梯的人 一起上下楼梯的人 大家一起排队测核酸的人 是不是全都是密接呢 在国外的朋友们 请把中国现在的静态痊愈管理 垂直跟横断面的连坐隔离 时空伴随 十字花转运这些名词弄清楚了 再决定要不要回国 凡是对国内的新名词了解不清楚的 还是建议三思而后行 在中国不能光看宣传 这是一个常识 网上有一个网友留言说 因为封控 他们公司的产品可能要延期交货 但是他们跟海外客户沟通的时候 客户不认可 封控导致延期的理由 坚持认为延期就要交罚金 他们的证据是 中国官媒公开报道 你们已经复工复产了 还说你们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边公司的领导着急了 说真实情况 你们要看BBC和CNN呢 党媒不能看呢 中国人自己都急了 老外们你们多看看大翻译运动 才能知道中国的状况 上海宣称复工复产企业已经有两批1800多家 在上海证券报调查 667家企业中 有近五成的上海企业表示 目前复工复产率不到三成 名义复工不等于有效复工 问题仍然是物流受阻 供应链断裂 这个问题调查体现出一个奇妙的现象 就是企业真正复工复产的标准 不清楚 一家半导体材料公司负责人说 他们自3月下旬封控以来 就从未彻底停产 工厂一直有不超过十位留守人员 简单监督刘水仙作业 他们也非常疑惑 自己算不算真实复工 十个人留守作业 说未复工吧 显然与官方口径不符 但说复工吧 又与实际不符 很难跟客户交代 就是说工厂是有人 但是离恢复到正常实习的产能 还有很大差距 但政府说你复工了就是复工了呀 那海外的客人当然认为 法律上你们就是复工了 延期交货当然要罚款 政府想给自己长脸 但是直接害了这些外贸企业 这上哪讲理去 最近海关加强盘查出入境国人 追问在海外生活详情 甚至出现动辄捡护照的例子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一张截图 显示浦东航站楼的保安单位下令 凡出现仇国仇党情绪的不予出境 如行李中出现别国永居卡 大量外币 别国储蓄凭证等 凡存在恶意出境动机的一律当场销毁 回国叫做恶意返乡 想在国外过日子的动机 出国叫恶意出国 上海的民众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无奈的让人心头一紧 难怪中国人润走的这么多 剩下的还在盼着冰岛带我们回家 中国的观众们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订阅小木探天油管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动态 现在油管也可以直接打赏了 对一直在赞助支持小木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